大家好,那么这个系列课程啊,咱们就要来研究一下关于卡币的故事了 那么说到卡币啊,并不是说我要请大家来喝一杯咖啡 而是说啊,咱们要研究一下关于深度学习的它的一个框架啊,叫做卡币框架 那么关于深度学习框架,现在啊,已经有很多个框架了,是吧 比如说谷歌有Tenderflow,然后微软有它自己的框架,百度啊,也有它自己的框架,是吧 那么这里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使用卡币这个框架呢 无论是从啊,这个东西学习的难度,以及呢,它实际的应用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卡币这个框架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 第一啊,就是说它入手啊,非常简单,然后呢,它的实际的应用场景啊,也非常广,是吧 一般啊,很多公司啊,也正是使用这个卡币框架来做一些工程上的项目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先简单的啊,唠一唠关于卡币的一些故事 嗯,卡币这个框架啊,它比较比较给国人争脸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框架作者啊,是一个中国人,是吧 然后啊,但是它是在国外读博的时候写的 那么现在啊,这个作者已经到了Facebook 然后呢,我前几天啊,就是刚刚的前两三周吧 这个作者啊,发表了一篇博文,就是说 咱们现在学这个卡币不是说基于一个服务器端的吗 是吧,咱们要在PC端做这个事 那么现在咱们大家想一想,关于深度学习啊 咱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场景还用不了啊,是吧 比如说手机端,是吧,比如说一些嵌入式端 咱们很多场景还不太好应用下去,是吧 所以说呢,这个卡币作者啊,又在研究一款新的框架 叫做卡币图构啊,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卡币图构啊,大家可以摆逗一下 它呀,主要是致力于手机端的 就是说,要把咱们卡币的这些功能啊,移植到这个手机端 但是啊,这个东西目前啊,还没有开源 只是啊,这个作者先放出了一个这么个消息 我估计啊,在17年的某个月份啊,这个东西应该会跟大家见面的 咱们先简单提一句 然后啊,这个卡币框构是完全用CIA加来写的啊 这一点不出意料,是吧 咱们为了能达到一个更高效的计算 它这个前向传播啊,反向传播啊 整个网络的计算都是非常复杂的啊 它都是用CIA加来写的 但是啊,它虽然是用CIA加来写的啊 大家可能对CIA加这个语言啊,比较怕是吧 大家一说指真的,那把气糟的这个东西太难了 然后卡币这个框构呢,给咱们提供了两种接口 一个是Python接口,一个是MyLab接口 这个Python接口啊,和MyLab接口就是说 大家可能就是啊,如果说啊 大家是在学校搞个计算机的 可能对这个MyLab更熟悉 如果说呢,大家是搞工程一些的 那么大家可能对Python更熟悉一些 那么这里啊,我推荐大家 就是说,如果说你两个都不熟悉 怎么办呢,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Python接口 是吧,一方面来说啊 Python这个语言应用的范围更广 还有呢,就是说,MyLab这个东西啊 说白了啊,咱们的学校用就行 但是啊,咱们拿到工程项目 拿到公司来说,很少有用MyLab来做这些事的 咱们一般的还是用这个Python是吧 做一些工业上的项目 而且呢,来说啊,就是说Python啊 咱们有很多的库可以选是吧 咱们可以做的面更广 咱们做起来更省事 那么这里啊,我接下来的课程啊 也都是基于Python来讲的啊 就是说,咱们整个深度学习系列课程啊 都是基于Python这门语言来讲的 然后啊,就是说,咱们接下来 咱们就是简单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Cafia 咱们怎么样去训练网络 怎么样去做,咱们想做这些事 同学们可能想了 哎呀,老师,你现在给Cafia说的好像挺牛逼的 好像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呢,你说Cafia跟其他的框架相比 它最牛逼的地方在哪呢 咱们下边就来说一说 哎呀,怎么少一行呢 那么Cafia,我看看 这呢,Cafia它最牛逼在哪 Cafia最牛逼的一点啊 就是说,咱们根本都不需要写一行代码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网络啊 给它训练起来 这也是Cafia最值得咱们关注的一个点啊 就是说,咱们使用Cafia 咱们不需要,哎,搞一 咱们不需要写一行代码 咱们直接就能把很复杂很复杂的 各种卷积神经网络啊 各种网络的变形 给它实现出来,是吧 哎,这是Cafia给咱们提供一个优势,是吧 非常适合大家入门啊 咱们学起来很简单,是吧 那么咱们来说一说啊 就是说Cafia这个东西啊 主要包含了几个部分呢 首先呢,就是说 咱们需要了解啊 就是说,Cafia这个data层,是吧 咱们要训练网络 咱们需要有data,是吧 这些data是存在什么地方 它是要存在了一个叫做blob的啊 就是说一个块,一个块来存的 这些东西啊并不是什么重点啊 咱们主要来说 Cafia怎么来做这个东西啊 咱们之后的课程啊 没有太多的理论啊 都是一些实力的演示 我会通过很多很多的实力啊 给大家演示 咱们怎么做这个事儿 那么关于啊 为什么这么做,是吧 以及呢 这个底层这个东西啊 都是怎么设计的 我觉得啊 大家就不需要去关心了 它底层怎么设计的 如果说大家非得想学这个圆码 咱们耐心下来去看一下它的圆码 是吧 如果说呢 咱们只是从一个应用角度来说 那么就是按照咱们的课的顺序 咱们的课啊 完全是一个应用范围的啊 就是说一个实力 接着一个实力来的 然后啊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layer 就是说 咱们这个网络啊 是由一层接一层 组成起来的 是吧 一个层次的结构 那么层次的结构呢 组成这样一个网络 这样的网络呢 是靠一个搜尾文件来支配的 就是说 咱们有很多的超参数 比如说这个学习率啊 衰减策略啊 等等 很多超参数啊 都是通过这个搜尾文件来支配的啊 大家现在 只是对这个东西啊 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就行啊 之后的课 咱们会每一块每一块 非常详细的再去说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想玩这个卡币啊 一般咱们得分几步呢 首先啊 就是说 最重要一点 你要玩一个神经网络 玩一个卷积网络 你是不是得有数据 是吧 首先呢 你要对数据做一些预处理 是吧 比如说 你需要把数据啊 做成一种数据源的格式 是吧 再把这个数据源的格式呢 交给卡币 卡币呢 才能帮你去实现这么个事 是吧 首先你需要做一个数据源 这是咱们第一步 第一步做数据源 第二步呢 第二步数据源有了 咱们是不是要定义一个网络了 哎 我们想就是说 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有不同 它有各种各样的 是吧 哎 千 就是说 千奇百怪的 什么样的网络都有 那么这些网络呢 都是需要你自己定义出来的 咱们怎么定义啊 咱们只需要写一个配置文件啊 咱们不需要写代码 咱们只需要按照一个流程 按照一个流程组织的 把这个配置文件写好 咱们就可以来定义这个网络了 而定义完了网络之后 咱们这个网络 是不是要受着一些超三数的控制啊 所以说 咱们接下来啊 要定义一些sore 就是说 定义一些超三数的控制东西啊 就是说 咱们的sore是控制这个网络的 然后呢 你把前三项啊 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之后 咱们直接就可以来训练这个网络了 训练网络啊 咱们只需要运行一个脚本啊 如果说大家是 无光处系统 咱们或者是利那个系统 咱们直接啊 调一个命令行 就可以完成这个训练操作了 这个东西还很简单的 那么咱们就来简单的 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定义网络 定义网络怎么定义呢 我们看啊 就是说 接下来咱们就按照一个流程图的格式 是吧 像是一个流程图的样子 按照一个流程图的格式啊 一层一层的写 是吧 先写数据层 再写这个卷积层啊 全连接层啊 就是说 所有的层啊 咱们都是通过一个流程图的格式 一层一层往下写的 我们看啊 每一个层里啊 有很多的参数项 有很多的可选项是吧 接下来的课程啊 咱们会很详细的一行 接一行就去说 这个网络配置文件里啊 每一行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咱们该怎么样从头道里去写 现在只是给大家 从直观上来看一看 咱们要怎么做 然后呢 网络定义完之后 咱们定义个SOAR是吧 右半部分 就是咱们定义这个SOAR 这个SOAR里边 我们看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是吧 咱们之后的课程 会有专门一节课 来讲这些SOAR的 这些参数啊 都是表达一层什么样的意思 然后呢 有了这个SOAR 有了网络之后啊 咱们数据员也做好了 是不是咱们春就可以了 训练网络就更简单了 咱们直接调这么一个命令 是吧 卡费啊 已经给咱们封装好了 我们看 就是说卡费的安装目录下 Build图子下面 有一些可执行的文件 是吧 咱们通过这些可执行的文件 直接去训练 咱们刚才定义好的 这两个Protal TIT 咱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 咱们最终得到什么 最终能得到这样的模型 咱们使用一个命令行的格式 去训练网络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卡费猫斗了 然后啊 咱们接下来就是 再说一说 关于卡费啊 就是卡费安装啊 虽然说这个卡费啊 咱们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呢 可以说卡费安装起来啊 不是那么容易 是吧 一般来说啊 可能需要花个大家的一天的时间 来装这个卡费 是吧 卡费啊 它是有CPU和GPU两个版本的 如果说大家 只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 并不想去实际的做一些事 那么咱们装一个CPU版本的啊 也可以 如果说呢 大家想实际的动手啊 去感受一下卡费啊 怎么样训练网络 从头到尾啊 想说 都非常熟悉的 那我还是啊 我推荐大家装一个GPU的环境 是吧 GPU的环境呢 你可以跑很多别人的元代码 也可以跑很多啊 你训练网络起来 训练也比较快 是吧 我这里就是说 推荐大家什么 就是卡费啊 其实我估计大家 咱们都是用Windows用的比较多 是吧 很少 不能说很少吧 大家可能搞计算机的 用这个Linux 用的也比较多 是吧 一般来说 就这两个版本啊 Windows 或者是Linux 大家 我是推荐大家啊 最好是装这个Linux 就是说 最好是装这个Linux的 无邦兔系统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无邦兔系统 怎么安装卡费啊 网上有太多太多教程了啊 咱们不妨就找那么一篇 比较好的教程啊 照着啊 去把这个东西啊 装下来 那么我觉得啊 就是说 安装的过程啊 其实是蛮痛苦的 是吧 如果说大家没装过 要照着人家教程 一步一步往下装 那么一步步往下装 一步步往下装的过程啊 大家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错误啊 大家遇到错误啊 也不要 也不要就是说 遇到错误 哎呀 就是特别头疼是吧 遇到一个错误 解决一个错误 咱们遇到哪个错误 说 哎 报什么错 咱们最终啊 肯定是能够把卡币这个东西啊 装好的 如果说呢 你这个GPU环境啊 你实在搞不定 那么光个CPU环境也可以 是吧 CPU环境 装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可能啊 一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 差不多就搞定 GPU的版本啊 相对复杂一些 咱们还要装CUDA 装CUDN啊 装很多的一些依赖的东西啊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一些 那么这个啊 就是关于卡币啊 给大家 咱们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然后啊 这里有一个卡币猫斗柱啊 卡币猫斗柱咱们再说一说 卡币猫斗柱啊 就是说啊 咱们要下载很多模型以后啊 可能做这个funtern 做transfer learning啊 就是说 在别人的网络基础上 要做一个微调是吧 别人的网络从哪来呢 哎 卡币啊 他提供了这个东西 就是卡币的猫斗动物园啊 就是说在这个动物园里啊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网络啊 是吧 VlexNet啊 VGG啊 残查网络啊 很多其他网络 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卡币猫斗柱啊 就是gethub上的一个子项目 在卡币猫斗柱啊 咱们都可以找到 他们的卡币猫斗是吧 可以把别人的模型 别人的代码都下下来玩一玩 是吧 那么关于卡币啊 咱们就先来介绍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课程啊 会大家非常详细的去讲 卡币的每一个细节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订阅